逢星期五、六点至七点 孙兴儿名人堂 都会为你请来成终名人接受访问 这个星期请来的嘉宾 是专业女画家梁彦毓老师 你可能听过他的名字 梁老师是加拿大国立安省艺术大学讲师 艺术评审 以及安省中国美术会董事 三十多年来 他展出的作品 在亚洲、欧、美国地均获好评 目前他担任大多人多中华文化中心 华夏馆的名誉馆长 对推动艺术文化不为余力 并获政府颁赠结出成就奖 但对于梁老师的生活点滴 你对他的认识又有多少呢 不如就等孙兴儿和梁老师 自己唱谈开怀乐趣啦 孙兴儿名人堂主题赞助 是由新世界保险 阿丹姜特约赞助 新世界保险实力鸿厚 保险精英 电话905-513-1818 孙兴儿名人堂 各位华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 很多谢你收听孙兴儿名人堂 相信大家都知道 今天请来的嘉宾就是梁彦玉老师 梁老师你好 你好 大家好 梁老师我相信大家对于他的背景一定会很清楚 跟我们的宣传声带里面所说的 但我相信也可能在三安机旁边有很多的朋友 也曾经是梁老师你的学生或者是你的朋友 因为你参加了很多不同的社会服务 梁老师其实我们今次有机会大家在这个访问里面 其实都是一个缘分 是的 我都很相信 你是从一个朋友介绍给我认识的 那个过程是怎样的 因为这么多年来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 他们有些比赛做了他们的绘画比赛的评判 就认识了他们王太和节目的主持 总监欣小姐 因为在年底的时候我们有画室三十周年 有我的个展和师生联展 欣小姐看完了之后 她就很积极地推荐我 后来王太也打电话来 想我来柜台 其实王太就是我们的同事Lena 其实很有趣 她走来有一天跟我说 她说Jolie 我有个嘉宾很想访问她 但是我又觉得因为她做社区聊天室 她说如果放在社区聊天室 又好像不太适合 因为这个个人专访 我就说 咦 哪位来的 有什么那么特别 她说梁彦玉老师 我听过她的名字 她的画室很多时候我都经过 她说对了 我认识梁老师 我发觉她画的画 就是完全都是没有商业味道 是很纯真 都是为了画画 还有为了服务社会 其实很值得访问的 当时她给了几本画写我 我在那里看 说对了 很特别 那我就开始跟你联络了 其实那个过程很漫长 我们的联络 是 几个月了 是 几个月了 因为你刚好其实是去年开始的 但是你还很忙 是 而且我也不懂得说话 不会 不会 其实我们觉得嘉宾 其实讲他的经历 讲他的心里的说话 用一些很纯真的语句 已经很足够 不同我们做主持 所以其实跟你聊天的时候 发觉那种感觉很纯 就是你画的画 很自然 很大自然 看了真的令人都很舒服 多谢 还有今次访问 大家也有一个意外收获 原来我们大家都是校友 对 所以真的很有缘 对 那你现在从事什么工作 我主要仍然是 做自己画画的创作 还有教学生 在两方面 你自己本身是 画国画和西洋画的 我知道你在这两方面 亦都是私承了 两位启蒙老师 可能不知道两位 只有几位 那个过程是怎样的 我启蒙老师是彭广顺老师 和欧浩年老师 在国画方面就是欧浩年老师 后来跟得 因为后来欧浩年老师去了台湾 那我就跟着欧浩年的老师 老师的老师 就是赵少昂老师 那就是跟着老师的老师 是啊 那就是十几年 就是学国画 因为彭老师 就和我打好了西画的基础 后来大学里面 我是约克大学艺术系的 虽然是学西画 但是在加拿大 后来为什么日后的创作 我都是在角画方面 也都是有个故事的 因为在二十几三十年前 中国都没开放 那有一次就是在Rong Museum 邀请我有一个 做一个展览 还有一个讲座 那当时很深印象 有一对西人的夫妇 迈来问 她说为什么国画 那么像日本画 那我当堂的心 好像一口真吉下去 那我觉得 我立刻解释给她听 就是我们国画先见 其实是老祖宗 日本画是 在这个徐堂的时候 已经开始那些僧侣 来到中国吸收了我们中国的文化 艺术 然后她们吸收了之后 再慢慢演变成为她们今天的日本画 那在那一刻 我就有个决心 希望要将我们中国的艺术文化去推广 所以决定了我日后的创作路 都是以国画认识去表达 所以就因为这个故事 所以冥定了就说 我要画一些国画 真真正正 因为中国传统来的国画 其实也都是跟你 我和你聊天的时候就讲开 你诗成哪位 你一讲彭广信老师 我就知道 后友来的 后友来的 因为彭老师 我在学校里都认识她 但我就没有跟着学画画 因为我其实 画画技术 其实是很差劲 其实你在香港的时候 有没有做事的 是不是画画 是不是教人画画的 在香港的时候 因为以我们的年代 不是那么多教画画 那么多人学画画 所以我主要是创作 那方面多一点 参与展览 另外我自己也有一份正职 后来我过来 赵老师就特意跟我说 他说我十年数人 教了你十几年 你去到什么都不要做 只是从事艺术创作好了 不要浪败了 他说这个世界 每个人的职责都不一样 做回自己 喜欢的和专长的 所以我就一直 记住她这番话 来到之后 就一直没有停过 都是从事艺术创作 但是因为 《监狱大宗》 我讲的那个故事 怎样去推广自己的艺术文化 那我就觉得 教育 除了你展览之外 怎样去教育 让西方的人 认识你的中国文化 我觉得教育 更加能够潜移密化 推动那些人 怎样去接受你的中国艺术 而且也可以一代一代 这样去传下去 所以我就觉得 我都需要去教授学生 所以后来我亦都在 《奥剧》这个大学里面 去教授 亦都在自己建立一个画室 这样 其实说回 你当初 为什么要在香港 移民过来加拿大 因为 夫家 嫁鸡除鸡 就是跟先生说 是 就是 转了去另外一个环境 是 转了去另外一个工作 全职教画画 当时 你来到之后 人生路不熟 你要教人画画 在哪里找学生呢 你这个工作怎么开始 一开始 都是挺艰苦的 完全没有人认识你 也没有人见过你的画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只有两个学生 这两个学生怎么招回来的 因为最早期 一来到第二个月 就有一个文化中心 那个主任 就叫我去 他就帮忙 那 就 后来 因为 我后来搬了上来 就没有教 就是搬了屋 就没有教了 太远了 那 这两个学生呢 因为我搬了 不教 我都 就是 我的宗旨 就是 不会 拿人家的学生 隔了成年几两年之后 那些学生 在街上撞到我 他说 你没有在那里教我们 都没有学了 那 其实我真的 觉得不好意思 是 他说 知道我将要 装修画室 将要开始 那他说 一定要跟回我 这样 通常 如果我知道 是人家的学生 我都不会收 但是他都 根本一直 没有学 一直都没有学到 是 那 我告别 也都没有 跟那些学生说 就是 又是有缘 这两个学生 就是在 那些超市场 撞回的 那就由 这两个学生 开始 哦 这样 但是 初 也不是很多学生 那你开过画室 其实当时的压力 大不大 很大的 害不害怕 都害怕 是 因为 但是对 艺术的执着 和坚持 但是 另外一方面 都会对家庭 自己 不是那么好 感觉的 是 可能 家人未必 觉得 就是说 你虽然从事 艺术创作 为什么你不出去 找工作 是 其实自己 是很大的 挣扎 那 幸好 很多谢 家人 一直的支持 是 其实 你怎么样 协调 家庭 工作 时间 各人的分配 怎么办呢 是 其实 工作 和家庭 我都算 感恩 可以说 是 不算 有太大的 冲突 是 那当然 那些家务 自己先搞定 先搞定 先搞定 家务 有两餐 温饱 好了 也都 幸好 背后 又有父母 或者 我姑妈 这样去 帮手 支持 我一直都 很感恩 令到我两者 可以兼顾 好像画室 其实我个儿子 差不多可以说 在画室长大的 我教画 他又在 画室看着 从小到大都喜欢 桃鸦 反正他又喜欢 所以又带他去画室 是 譬如 走来 也带他去公园 去动物园 或者每年去旅行 也带在一起 其实 虽然是带着他 也都是可以 引发我的创作 灵感 亦都可以影响他 亦都有一些生活 其实 跟你聊天的时候 我发觉你对于 画画 都有一份执着 其实都可以 跟听众讲一下 你去画那个 狮子 是不是 老虎 是不是 那个母子情那张画 就是老虎妈妈 带着三只 小老虎 其实你都 画得很艰难 才能够取得到 这个境 是的 这个印象很深刻 因为当时我们 由新闻里面 知道 多伦多的动物园 生了三个老虎仔 那时是农冬 十二月 十二月最冬的 是的 我就跟我儿子说 他都想看 于是带着他去 谁知道 因为太冬了 第一天去到 老虎不出来 等了一个多钟 很失望 因为整个动物园 都没有人的 只得你两母子 是的 就唯有走 第二天去到的时候 刚刚见到他 没多久就走进去 就是出来没来 闪闪的走人了 是的 于是我们等了很久 都不出来 后来 那个管理员说 他吃完食物之后 睡觉了 不出来了 于是又很失望 是的 那又走了 第三天 不同时间去 那看到了 终于很开心 因为通常 你写生 会被拍照 画的时候 会活一点 因为农冬 画了一会儿 那些手指 都僵了 儿子画 他的耳朵很痛 于是我们就走进去 喝杯 烤巧克力 那温暖了之后 又出来 出来刚刚想撕筆 又看到管理员 拉着一桶肉 进去 又去吃饭 那我们知道 当然是吃饭了 于是就说 我们可不可以 跟进去看 因为我们第三次来 那个动物管理员 他说 I know 当然了 整个动物 只有你两只 他说我知道 我认得你们 他说 follow me 跟我进来 于是我们两母子 就跟进去 但是看到 很温情的 一幕 初初 老虎妈妈 是很恶对着我们的 那管理员 静下了他 他就被三只 BB 吃饱了 他自己不吃 在那看着 直到那些 子女女 吃饱了 开去玩 他自己才吃 那我突然间 很大感触 那些母爱 还有那些 老虎仔玩得很开心 那些兄弟姐妹情 那我回来就创作了这个母子情 你这个母子情 用另一个角度 就是很温馨的 因为我看到 那些老虎 那些 另外一面 因为通常老虎给我的感觉 是很恶的 但是这次令到我看到 他很慈爱 好像很有人性 那我就将他画了出来 也都用来借助 告诉人们 这个世界 父母的爱的伟大 或者兄弟姐妹的亲情 爱的表达 我很欣赏你那本《个人画策》 其实每一张画 背后都有个故事 其实有机会 可以将个故事写出来 我觉得是更加感人 譬如我们看了 《母子情》这幅画 看到几只老虎仔 好像很有趣 但是想不到 你想想 连去动物园三天 动到手制都硬了 才能够取得这个取材 你说那份的执着 对画的热爱 是很大 还有很坚持 但是你很享受的 在过程上 虽然动得很辛苦 但是也很开心 当你看回那幅画的时候 那些景又出回来 当我们作为第三次 欣赏那幅画的时候 觉得那种味道很特别 因为它有一个真实的故事 在后面 其实又到了我们节目的 广告时间 在这个时间 你选了一首歌 《You Raise Me Up》 为什么你要选这首歌 这首歌就是 对我来说 内容很励志 和很感恩 因为在人生道上 或者在艺术创作里面 都有高低 我真的很幸运 在这个路里面 都遇到一帮 很好的朋友 前辈 和家人 一直这样支持 我就借着这首歌 去鼓励一下 失忆的人 也很感谢这一帮 曾经帮过我 支持我的朋友 前辈 和家人 好 我们一起听一下这首歌 哦 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Raise me up so I can stand on mountains You raise me up to walk on stormy seas 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s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s 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stand on mountains You raise me up to walk on stormy seas 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s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stand on mountains You raise me up to walk on stormy seas 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s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stand on mountains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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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孙轻仪访问梁彦玉老师 梁老师,其实在你的人生里面 有没有一些事情是比较难忘一些 还有印象比较深刻一些 都有的 首先是我的恩师 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 就参加了一个全香港公开 他说比赛 很幸运我得到奖 而我的弟弟是在另外一间学校的 他也参加了这个比赛 也都得奖 但是当时的颁奖 就是在大会堂 我就住九龙的 而爸爸妈妈那段时间要工作 没办法带我们去领奖 本来很失望 彭老师就通知我 到时记得去领奖 于是我就告诉他 我去不了 他就问了原因 他说不要紧 我带你去 结果彭老师就牺牲了自己的假日时间 就亲自带我两子弟 去到大会堂领奖 所以这个印象很深刻 就一直影响到我 现在的教学对学生的态度 所以每一次我们画室 有学生参与一些世界 或者主流社会那些比赛拿奖 我尽可能 我和小二都一起去出席 去支持他们 其实这个就是一代传一代的教育 是的 所以彭老师是影响了我的 是的 很感谢他 另外呢 还有一些感受是吗 是的 在这个推广国画艺术的过程里面 也有很多趣事的 因为毕竟中国画和西画的 欣赏角度不同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都有很多趣事发生的 那好像在透视方面 那中国呢 就是中国画 譬如很简单 有些人物画 中国画呢 尤其在唐诵期间呢 就是以人物为主的 是的 所以就是 好像徐托 就是我教学生的时候 给一些画去看 那他就会说 老师那些透视错了 为什么那些人前面的势 后面的这么大呢 那一张呢 就在唐朝 是一张静立本画的布图 是描述 吐鲁凡的那个使者 去见这个唐太宗 迎娶 文成公主 在台桥上的唐太宗 画得很大 但前面那些侍女 也包括那个侍者 都是小过的 那些西人 那些学生 觉得很不合理 但是我们将我们的文化 告诉他们听 我们儒家的思想是怎样 他们认识了 于是就会尊重 你的国画的艺术文化 其实因为要表达那个皇帝 有多大 所以就一定要大一点 因为很 现在的社会秩序 是很讲求 社会阶级的 所以其实也带出了文化 是 哲学 思想文化 社会秩序 好像宋朝马伦 那个政听从风图 也都是书业童在前面很小的 那位高市主人 就很大过的 也都是一样道理 所以你将你自己的文化 告诉他们听 所以我就觉得 除了展览之外 从事教育 是很直接 让他们 因为以前没有这个 可以上网的 在二三十年前 没有那么流行 在教育方面 可以将你的文化 去推广 是最直接的 他认识了 他自然就很尊重你的文化 懂得怎样欣赏 其实在这么多年的画画旅程里面 其实你有没有试过有气馁的时候 想放弃 或者已经 哎呀 什么题材呢 已经干净了的时间 有没有试过的 很奇怪 从未想过放弃 但是因为 其实你的生活 周围都是题材的 差不多像上天 是为你的艺术家而设 尤其来到加拿大 四季分明 周围你都可以取材 只不过 你想怎样 将你的表达 做得更加好 那是需要动脑筋 所以有时画到深夜 你常常都是画画画到深夜的 是吗 是 是一个好不好的习惯 但是因为 毕竟是个家庭主妇 又是 所以日头就是 处理好家务事 或者是教画的工作 那晚上 比较宁静了 那就可以比较集中 去创作 是我的黄金时间 黄金时间 其实真的很辛苦 是 那其实你教那么多学生 你自己就很坚持 没有放弃 但其实有没有遇过一些学生 他又画得挺好 又很有天分 但总是又想放弃 你不肯画呢 会的 因为 中国人 尤其 前几年 很多家长都觉得 画画 找不到吃的 那 怎么找吃呢 就算我的父母 都 因为太疼我们了 他说你会不会 选择到一条很辛苦的路 那样 但是如果你坚持的话 每一条路都是为你而开的 那 曾经 因为我教了成三十多年了 那其中有一些学生 他真的很有天分 那 但是为了听父母说 都很乖的 那先就读会计啦 做会计师啦 有些是做医生啦 那 亦都曾经有些同学 不了业之后 做了两年了 那自己存到钱了 再重新来画室 学习 画画 怎样去预备 再重新考入去艺术 学院 那结果呢 他们现在做得非常出色 现在有些是做了很出名的摄影师 有些是做了导演 或者摄影师 建筑师 那样都有 其实很开心的 看了学生有成就 那其实你自己个人的兴趣 除了画画之外 有没有其他的兴趣的 我喜欢旅行 其实旅行是不是都是取材呢 是啊 真的 每次周末就会出去 但是每年的暑期 就是教书最好 就是比较有长一点的假期 那就和家人一起出去旅行 旅行可以扩阔的视野 那也都可以吸收一下 人家西方的文化 那回到来呢 也都可以影响了你的创作 和教育 就是教学的取材 可以提升你 怎样教得更加好 创作得更加好 其实你自己在未来日子里面 有没有什么心愿 或者愿望想达成的 我的心愿来来去去都是希望我的创作 可以更加打动人 温暖人 还有希望令到这个世界多了 多了一份祥和 减少一些泪气 因为现在世界都挺乱 那如果 因为我想由我的创作 希望带出一个讯息 就是爱与包容 那希望这个世界更加和谐 那达至所谓天人合一的和谐 理念 那所谓 你刚才曾经 问过我什么天人合一 主要就是 儒家的伦理秩序 道家的抗达 就是希望 因为道家所谓抗达 大自然 希望我们尤其现在环保 如何去保护这个大自然 或者佛家的慈悲 无论对 懂得的人 或者不懂得的人 或者自己身边的亲人 都有一个爱 包容 希望达到 由我的创作 希望带出这份讯息 那在教学方面 有没有什么心愿呢 希望凭着这个爱的动力 那希望 同学 除了将学习的技巧思维 希望培养到他们 有一个真善美的情操 那在这个美感的心理 可以提升 学习 因为有时我也都鼓励 画到这么上下 我也都鼓励他们参加一些 国际性 或者主流社会 一些大型的比赛 借着每个主题 学习关心社会 爱惜生命 热爱和平 好像例如 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 以往很多年 举办一个心脏健康 绘画比赛 对了 借着这样 等到他们 怎样保护自己的心脏 我记得曾经有一个同学 是吃烟 那妈妈就说 老师呀 我们劝也都不听 他很听你说的 可不可以 你帮我手劝一下 那我突然想起这个比赛 那我就叫大家做一个 就是 research 就是做一个资料搜集 资料搜集 不好意思 那带出 吸烟可以令到心脏 变怀的 那借着这样呢 那慢慢慢慢 这个同学真的受到感染 而戒了烟 哎呀 真的很好 所以很开心 那至于 另外有一些 关于环保的比赛 那等他们学习 怎样去爱护大自然 那也都有一些 什么国伤 国伤纪念日 那等他们认识 加拿大的历史 和那些士兵 那样怎样去做一个资料搜集 怎样爱惜生命 热爱和平 那令到这个世界 更加和谐 其实很有意思 就是不是说 就这样画一张画 而在背后 就是要他更加了解 那个文化 和一些详细的故事 那将艺术融入生活 那希望他们有一个温馨快乐 和积极的人生观 其实很好 其实很好 一个不单只在画画技术上的教育 也是人性 人格的培育 这个是很好的 是 我希望将来可以看到你 还有很多很多学生 像是彭廣迅老师 和赵少昂老师 也记起一帮在画室成立初期 一帮前辈 像郭英殊将军 某国权的船黑书学家 洛托画家等等 有些怪一漏漫 不好意思 对我的指导和鼓励 还有我家人 我的家父 姑母 他们都过了身 但是他在我的艺术生涯里面 他对我的关怀 我都是敏感五中 无事滑忘 听了这首歌 真的很想念他们 那我们一起听一下 由梁彦玉老师 选择来这首歌 就叫《如果没有你》 结束了今天的节目 其实透过今天的节目 大家对梁老师认识了很多 但是经过他画室的时候 或者在一些其他场合里面 看到梁老师的时候 你可以告诉他 梁老师我知道你的故事 多谢你 多谢听众朋友 我们下次再聊聊天 听下这首歌《如果没有你》 多谢 哎呦 我真的很想你 现在窗外又开始下着雨 眼睛赶紧的 有想哭的心情 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 我喜欢你 如果没有你 如果没有你 没有过程 我不会要相信 但是又如果 还是要爱你 如果没有你 我在那边 又有什么可惜 反正一切来不及 反正没有了自己 我真的好想你 太多的期许 没想要能了解 最想说的话 不应该从而说起 你是风向 一样在想你 如果没有你 没有过程 我不会要相信 但是又如果 还是要爱你 如果没有你 或我在那里 又有什么可惜 反正一切来不及 反正没有了自己 我真的好想你 我真的好想你 不知道你现在 遇到你在哪里 有太多的话 我要如何说起 你是风也像 我一样在 像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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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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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辦一辦查詢 一辦一辦查詢 一辦一辦查詢